这已经快10点了 有两个那么10个人都已经去找了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行那么晚的 嗯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房车里面 有很多蚊子 我第一次闹蚊子 所以晚上睡得睡得掉 小丁有个非常厉害的技能 我不得不夸断一下 就是打蚊子 哇 每次有打蚊子 在闻蚊子的时候他可疼痛了 闭口方向什么样的事情 就开始打 关键时他真的还打得好 这门在穴了我们要起床了 我决定出去走一走 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这个房车营地吧 我们在这个营地呢 已经住了感觉超过三个平均了 怎么说呢 这个营地呢 它很多的车都是长期住存在这边的 它很多的住户都是从欧洲来的 然后我发现从欧洲来的人有个习惯就是 他会在这边玩几个月 然后再把车注存在这边 可能回去个半年 然后再过来继续玩 因为房车它在墨西哥呢 可以申请十年的长期签证 你别怕我先洗碗 行吗 弄弄弄弄弄 拿你的蚊子 看看就在这就在这就在这 打着 哎 杀了一只蚊子是干死的 紧张一拍 又杀死了一只蚊子 小饭下药准备早饭了 抽一杯咖啡 我们今天早餐喝咖啡 然后面包然后配上牛油果酱 然后还煮了一个燕麦 然后水果我们今天吃 墨西哥番石榴是我们最喜欢的 我刚刚发现这个 番石榴有一点硬 所以我突发起想他们一种新的吃法 就是我能勺子去点开的 是不是有种高级量里的精致感 看着它可以用来成我们的燕麦 然后呢 再淋上一点这个酱 对再淋上我们的这个牛油果酱 哇 喝咖啡 哇操 我们又创造了一款新的料理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那是YouTube 然后是网站 Instagram 刚刚和隔壁的美国邻居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大家知道原来他们相当于就是数字有名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 他就住在房子上大概已经有了三年的时间 每天可能就是在网上工作一下 同时他们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他就给了我们他们的贴纸 反正还蛮好奇的 到时候去看一下他们视频是什么样的 已经12点半了 然后现在属于温度最高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们一般应该都会待在车里面 我今天准备做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去我哈哈的工作 小丁说他一会儿要去做视频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工作了一会儿好饿 现在小潘在做饭呢 我们吃什么呀 刚做了一个青椒炒蛋 颜色一定要看 然后这个是昨天做的米饭 以及墨西哥的主食 其实就是黑豆 他们叫Friholis 然后还挺好吃的 所以把它们热一下 我觉得在房车旅行有点很好 就是我们想吃饭的时候可以选择在外面吃饭 这点真的非常好 再看邻居的视频 我们现在正在整理房间 因为我们现在要暂时移动一下车子 去做一件我觉得最麻烦最不想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就是每次在开车前呢 都要把房间里面这种容易移动的东西都先收好 比如说我们这些餐具要收到这个水池里面 然后窗户也都要关关好 就像这样子 看是不是非常整洁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是 请给大家看看这个 下水道处理废水的 然后我们要处理一下废水 小丁你准备好了吗 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你要做什么了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铺的经历吧 就是处理废水的经历 你在感受 他全身都在拒绝 你们看出来了吗 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其实藏着一个管子 它就是我们的下水道水管 房车满足我们这场所有的需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污水 然后这个污水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叫灰水 就是怎么讲 非厕所的水 一般洗碗的呀什么的 然后另一部分叫做黑水 black water 就是厕所的 开到这个口了吗 这里面就是那个出脏水的地方 因为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有的水会漏出来 所以它现在这个口是堵着的 但是当把这个盖子打开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脏水会流出来 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 我们会拿一个这个 先提前接在这边 这样它这个脏水就不会流到 车上还有点就是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不要穿着那个鞋子或者袜子 尽量光搅弄 因为那个水万一很多的话 它流到地上会见着 见到你的脚上 来我先把这个 这个口先拆在这个盖铺里面 待会它就会顺着水管 流到这个盖铺里面 然后 我建议大家就是 是要戴手套的 我们这边是有手套 因为待会它 可能会弄到手上 那你为什么不戴 因为我已经处理了很多次了 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现在不是徒手处理 它曾经是一个 你变了 看就是这个 天哪 一股臭味太恶心了 然后我现在卡住它了 虽然说手套沾到里面 还好不是很多 我用唯一的一只干净的大拇指 我会先打开这个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先放黑水 再放灰水 因为灰水就可以帮忙把黑水给冲掉 就开另一个阀门 对 这样灰水就可以顺便的 灰水比较多 在这个顺便 它就可以把这个黑水给冲干净 对 在我们的村门的右边 它是一个工具箱 里面有所有品手们会要的工具 多么和谐的一幅画面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处理这个 沸水是件非常麻烦 且肮脏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很少在 自己的房车里面上厕所 这些房车小货 其实并不是只有四个远方 那么美的 还只有很多厕所所对的技巧 就让你们去一一刻 经过漫长的体力劳动 终于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去市场买点 晚上吃的 顺便再去街上逛一逛 放松一下 已经到了 这是我们最常来的 马卡托市场 我们准备买点山椒 十六匕首一个 这么便宜 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个房车营地了 然后营地的老板呢 他就拿了一个本子给我们 就让我们写一下 在这个营地住的一些感受啊什么 然后这个本子上呢 有很多很多之前在这边住过的 房车旅行者的一些留言 特别有意思的感觉 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卡片 上面会有他们的照片 他们的车的照片 还有他们的网站 关键是刚才Mina 就是我们的这个房车营地的主人 给我们看了两个中国的 我来找一下 是哪来的 是真的是中文 然后他们来自于大连 然后是骑自行车 还有一对 就是在我们到这个营地前两三个星期 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来这儿的 不过他们是从西雅图来的 对可以看到中文的留言 因为非常的稀释 一会儿我们就会写下我们的留言 然后我们今天一天的房车生活呢 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吧 是的 小金也不知道到底花多少时间做视频啊 没多久了 然后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想尝试 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给 记录下来 对记录下来 而且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开房车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人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那些房车生活 本身它就是有很多需要去学习和实践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 之后我们就会多多做出一些这样类似的视频 是的 那就这样吧